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的小朋友的事我真的很不了解 前两天呢在小学书上看到了一款被种草的清洁用品 就是专门清洁就是美国那种灶台 就是玻璃灶台 就是这个品牌 然后专门清理着这种就是可以电磁炉的这种灶台 然后它就是随机种的时候这种小枕刀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刷子 就是这边就像我们刷完的那种粗糙的那样 来测试一下我们家这个清洁的这个东西的效果怎么样 先看一下我们家这个灶台有多脏吧 你看上面这个油渍然后这边很斑驳 都是被油渍所盖住了 然后这个就更剩了 因为刚刚用它做了那个炖兔豆 然后它现在已经凉了 然后但是能看到这一圈都是这种油渍 虽然现在也没有任何油就是也不脏 但是要仔细看这个油渍 就是它也没有非常厚了 但是还是挺脏的 然后你看这个这几个是我们用的比较少的 这个圈都看着就比较干净 这个呢使用之前它说是 就是要先把它鱿鱼 这个几垂之后就有点像那种泡沫之地 然后仔细看的话里面有一些小点点有什么绿色的红色的一些小点点 这个视频是看不出来 它这个上面没有说具体要把它作用多长时间 然后呢 可能意思就是说可以直接就开始清理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清理看一下 如果要不行的话我们就让它多作用一会儿时间 这个味道 没有很大 但是能闻出来是那种清洁用品的那种味道 其实说实话还有点香香的感觉 这个地方没有清理出来啊 这应该是有一个圈儿 有点刮了 有很用力的那样压着刮 然后也没有清理出来 铺开让它多作用一会儿 现在呢我已经让它在这个上面作用了有十分钟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到底好不好好吃 好像比刚才确实好一些了 它还不是非常我想象中的是这么一刮 然后就全部都一下子就刮掉了那种感觉 现在呢已经清理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看这个之前的这边的这个脏呢已经清洗掉了 然后这边已经完全裸露出来 但是其实就是说在这边还是有一些没有完全清洗干净 整体的效果的话就是大概清理了百分之六七十 然后像这种就之前这个裂缝的这个 还是因为它不平了 所以很难清理干净 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话清理的话也是很多 就这种陈年的污垢 这种还是在没有完全的清理干净 然后这边我已经产了很久 但是它还是在 那我来说一下我使用感受吧 整体的话如果给一到十分的话 我只能给五分 它的清洗力的话我感觉就是没有非常的强 就是如果假如你是每周清理一次的话 可能还可以 大概如果你要是一个月清理一次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完全的这个综力不是非常的高 尤其中国家庭油烟会比较高一些 像外国人他一般用泥炸锅 还有烤箱更多一些 它油烟稍微小一些 但我觉得它这个对于中国家庭来说 确实不够 但它在亚马逊上美国给它的评价还蛮高的 然后我觉得值得称赞的几点 就是它这么多这个小工具非常的贴心 就是这个铲刀 我觉得真的挺好用的 我觉得拿它这个铲刀 然后配上一些清洁力更强的一些剂 或者可能效果是更好 然后我刚开始一直不知道这个铲刀上面这个扭是干嘛的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它一方面是固定这个铲刀 再一方面就是你可以再插的时候 可以把手指缝在上面 然后可以这样用力的作用 然后很好的就能清除那个污渍 然后还有很贴心就是它这个 这个相当于擦洗的这个剂 然后它你在清洗干净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然后用干净了之后 清洗干净了之后 你可以再把它粘回去 然后可以接着下次使用 我觉得这些小设计都非常的贴心 然后我再介绍一下 我觉得清洁力更强的 就这一款是我们家清洁力 这款其实是用来清洁 那个烤箱的 叫Easy Off 这款它的清洁力确实就是比这个 我刚刚用的这款要强很多 然后它就是你把它呢 就是在比较脏的地方厚厚的喷上 就是你在使之前要先用力的摇晃 然后一定要记得是戴手套手套 因为它的这个 腐蚀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肯定对皮肤有很大的刺激 然后又在你的脏的地方呢 要厚厚的喷上 然后就在整个 这个正常它是用在烤箱里面 所以整个烤箱清洁 因为烤箱其实外国人用烤箱 他们比较是有点油脂比较大 像这种他们这个 经常在这个灶台上面 其实并不多 然后这个盆在烤箱里面呢 然后之后呢 一定要就是说 要待一会儿 待差不多要5到10分钟吧 我看上面这个写的是 至少待5到10分钟 然后用湿布把它擦起 湿布或者是用那种 海绵的那个清洗的那种工具 然后把它擦起 然后这个呢 我不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的味道非常刺激 每次使用它的时候 都是要开窗 然后开门的那种 就是味道非常大 然后一定要戴口罩 戴手套 所以这个的清洁力更强 我觉得清洁力更强 这个然后配上这个刮刀 以及这个小刷子 我觉得会更好 就这样的话配一套 我觉得真的是 不管是灶台还是这个 烤箱都可以清洁的很好